新闻常常会有一个误用的方式 他会说这场火警因为烟囱效应的关系 导致人员死亡 把烟囱效应跟火警的消防同仁死亡 画上因果连结 我觉得这是个很有问题的事情 哈喽大家好我是九三先生 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 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 嗨我是金金 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想来跟大家来聊聊来分享的事情 我们想来跟大家聊聊新闻上面 对于消防幼女常常误用的几个词汇 那我还是要先强调一下 就是虽然我常常会对于某些新闻 有很多的意见 然后指出这个新闻里面哪里不合理 或者是不正确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行业里 还是有很多很认真很严谨的人在 毕竟我们是隔行如隔山 他们在新闻界有时候更重视速度 那都是他们那个业界的生态 没错 所以在求证这方面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的精细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呢 也跟那个电影的情况一样 我不是要去指责谁 而只是我觉得想要跟大家厘清一下 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些错误的用法给误导了 我想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来聊聊叫做烟囱效应 那我先简单的说明一下烟囱效应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烟囱就是一个垂直的管道 在一个垂直的管道空间里面 它的热气会随着那垂直的管道 然后很快速的上升 那上面的气被排掉之后 烟囱里面的压力就会变低 所以它就会从下方再补足新鲜空气进来 当我今天这个起火点的上方有一个垂直管道的时候 它会加速对流 让这个火势变得更加旺盛 例如说像是电梯间 火在底下烧它会比较猛烈 是因为烟囱效应的关系 新闻常常呢会有一个误用的方式 它会说这场火警因为烟囱效应的关系 导致人员死亡 把烟囱效应跟火警的消防同仁死亡 画上因果连结 我觉得这是个很有问题的事情 烟囱效应几乎是你高楼的火警 大概都会发生的现象 烟囱效应只是会让这个火势变得更加的猛烈 但是这些人会伤亡 民众在里面会罹难 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应变出了错误 像我们常常讲到的关门这个观念 今天外面火是烧的在猛烈 但是你应变正确 你又把门关好 其实外面它有没有烟囱效应 外面它有没有烧的很猛烈 其实影响不到你 它到底为什么会去接触到那些致死的浓烟 这个才是我们要去追根就地的事情 所以烟不烟冲根本就不关它的事 对啊 不关它的事啊 好那第二个事情就是什么叫闪燃 就是很常画面都会有一个 它正在冒烟的建筑物 然后它就突然很像里面爆炸一样 有闪火出来 那个不是闪燃吗 那个不是闪燃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 当我火灾烧起来之后 起火点开始产生浓烟 因为这个浓烟会在天花板附近累积成很厚的烟层 它会不断的辐射加热这个空间里面的每一样东西 加热到呢 我可燃物表面都开始在产生可燃性气体了 这时候只要到了某个临界点 这个房间里面的所有可燃物表面会一举变成火海 这个现象就叫做闪燃 所以闪燃是加热之后的结果 没错民众是不可能有机会看到闪燃 因为在发生闪燃之前的环境就已经非常的致命了 那当然我们以前消防队会教说 好我们如果遇到这种前兆 或者是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应对这样子 这些事情是民众不需要知道了 你也没那个设备 没错 那你看到它之前 你大概就已经先挂了 其实有人讲说这个闪燃造成民众死亡 多半其实还没发生闪燃的时候 民众就死掉了 高温跟农烟还有毒 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因为闪燃致死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一点点偏差 再来第三个 其实你刚才解释的那个现象 那个叫做暴燃 那个很常在新闻上看到 是反而是民众有机会 从火场外观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大家会弄错闪燃 可能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们会看到那个东西 又常常听到消防队讲说闪燃很危险 对啊 暴燃这个东西其实有些翻译 它叫复燃 也有些翻译叫做回燃 但是我习惯是叫它暴燃 它的过程是 我某个密闭的空间 我里面火在烧的时候 温度非常的高 那因为我的空气不足 所以我这个空间里面 密闭空间里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浓烟 产生很多可燃的气体 但是空气不够 那这个时候只要我给它任何一个开口 空气引入的一瞬间 里面的这些可燃气体会像是爆炸一样 从那个开口冲出一团火球 这个现象是可能在火场的外围被民众看到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当消防队的时候 要打开个开口进去之前 我们都要非常小心 因为我们可能会一个不小心引起爆燃 那它不是闪燃 而且我在新闻上很少看到爆燃这两个字 都是看到闪燃 这两个名字常常一起被提到 但是其实新闻跟民众 却常常是把他们两个给弄相反了 我想要跟大家讲最后一个名词 叫做粉尘爆炸 好我先简单讲一下 就我查到的爆炸 它必须要有那种超音速的冲击波 那个才会被定义为爆炸 其实我都还记得 巴仙乐园的火灾事件结束之后 那大家都第一次听到这个粉尘燃烧 还有粉尘爆炸这个名词 就会对这种粉末状的东西 有莫名的恐惧 就是我请一个金属加工厂 帮我在灭活器的瓶子上面打动 做一些特殊的用途就对了 然后他就非常的为难 他说那个东西会爆炸 我听到之后我就笑笑跟他讲说 会爆炸的粉尘是可燃的粉尘 那我这是干粉灭活器 如果干粉是可以燃烧的话 那他就不会被拿来灭活了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大家其实民众会这样 因为听到一个名词之后 对于他太过恐惧太过害怕 所以把一些相似看起来 很像的东西都联想在一起 就只要是粉 就是觉得他就是一定会爆炸 对对对 但是大家都忘记 他其实是干粉 就是拿来灭活 没错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关于新闻 常用错的消防用语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 那么希望今天的分享内容 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 如果各位有从这集获得收获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 另外你还有听过什么 关于火灾的专有名词 是让你觉得很困惑的 欢迎下面留言 那今天就到这边 下次再见 拜拜 这个就有点像是 我问你说 这个人他死掉了 他为什么会死 结果你回答我说 因为他心跳停止了 他这么说 好像其实也没有错 可是好像废话 我知道你心跳停止 但我想知道你心跳 为什么会停止 就好像火灾有种 就说这几个人 为什么会死在火场 因为他吸到了浓烟 可是你为什么环境会有浓烟